而比较能够达到疗效的包括有50间 高强度运动伤害以及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都会有不错的疗效 台湾运动医学会在花莲茨基医学中心 举办30周年会及研讨会 有运动伤害的治疗与预防 再生医学的应用和世界治疗新趋势等主题 它可以含括到我们有各种不同层面的医疗 不管是骨骼 肌肉 关节 或是不管是它断裂 骨折 只要跟运动有关的都是运动医学 所以它的领域非常非常广 高强度的运动后 如跑步 骑脚踏车会产生畸性运动伤害 现在有超低温的运动治疗 能抑制发炎 加速收补机制 提高能量再生机制 还有提高肌肉对高强度运动负荷的适应 这些维系管怎样 它会变小 会收收 开始收收 收收之后 我们血流会加速 血流加速的时候 它会怎样 更多的血液 到你的肛脉性里面 它会到组织里面更多的氧气 全国运动医学专家和医生 全国运动医学专家和医生 就会变小型的肛脉性里面更多的氧气